好多刚刚接触富士相机的小伙伴们 可能会觉得一上来就购买富士原厂的镜头会有点贵 那么这种手动的定焦镜头 我倒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在初学摄影的这个阶段 您可能对不同的镜头焦段拍出来的效果 还不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 并且不太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哪一个镜头的焦段 特别是定焦镜头 那么非常有可能是您买了一个定焦镜头之后 不久发现并不适合自己 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去驾驭它 然后很快呢就卖掉了 那这样的话不如去购买这种手动的定焦镜头 又便宜又可以达到初学的目的 这五只镜头啊 咱们按照焦段从广到窄这么样来分享 所以第一只呢就是来自于七工匠的12毫米F2.8 先说说它的优点吧 如果您是想用它来拍摄风光或者是城市风景的话 那么咱们通常使用的是光圈F5.6和F8 在这两个光圈下我认为它的四角即便和边缘即便控制的都可以说还不错 我觉得比我那个富士原厂的1024啊都要稍微的强那么一点 当然它不是一个变焦广角镜头 这只镜头的最大光圈呢只有F2.8 所以如果您是想买来去拍摄星空的话 那么我认为这只镜头仍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可以尝试 但是呢2.8仍然不够 那么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纯风光摄影的这么一个镜头来说呢 它又存在着一个自分的缺陷 那就是它是一个球面镜 也就是说镜头侧面呢是凸出来的 并且这个遮光罩呢是没有办法拆卸的 它和镜头是一体的 那么对于喜欢拍摄风光的小伙伴来说呀 像我这样就是百分百会使用外置的滤镜 那么有没有一个特殊的转接环能够支持我们使用滤镜在这个镜头上 目前呢打一个问号 在日常携带这个镜头的时候呢 我遇到有这么一个痛点呢 就是它这个遮光罩和镜头盖呢 会经常自己的就这样分离开了 所以在包里边呢 它会不自然的就会脱落 第二只镜头就是我之前也分享过一次的 那就是来自于TT Artisan名将的17毫米F1.4 它的光圈呢要比刚才那个12毫米大了不少 所以呢我也有用它去拍摄星空的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17毫米其实它等效在24 23左右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广的广角镜头 那么在拍摄星空的时候呢 构图仍然是个问题 所以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拍摄星空的最佳选择 这只镜头呢可以说是在这五只镜头里边 我的使用率最低的一只镜头 因为它既不广又不窄 所以呢处于一个当不当正不正的这么一个境地 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焦段呢非常的适合自拍视频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手动定焦的镜头呢 我尝试了很多次自拍的时候对焦实在是太困难了 所以不得不放弃了 我很少用这只镜头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发现这只镜头在大光圈的时候 它的边缘积电呢表现得非常的差 我印象中当时我使用了F2.8来拍摄我那个年度设备总结的那张照片 如果您仔细看的话 您可能会发现那个边缘的画质啊超级的差 整个的那个画面呢都是非常模糊的 所以如果您打算用这只镜头作为日常记录的 那么边缘积电您就不能对它有任何的奢望了 第三只镜头来自于名将的23毫米F1.4 这只镜头呢在这五只镜头里边有着一个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体积非常的小 您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饼干头 平时就是这么拿在手里边呢 几乎就感觉不到这一套的重量 所以呢我会很喜欢这个组合 日常拍摄呢我就这么跨在身上到处瞎溜的 这个镜头的焦段呢也会让我更容易的去捕捉我身边的一切我看到的东西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先天性 我对这个镜头的一个偏爱之外呢 咱必须得说一说它的画质 我认为这只镜头的画质啊还真挺不错的 没有辜负我对它的偏心 从光圈5.6到1.4呢 四角的画质仍然显得有那么一点模糊 但是呢比刚才那个17毫米的镜头呢 确实要好了很多 在最大光圈F1.4下呢 焦点位置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清晰度 所以在不考虑边缘画质的前提下呢 最大光圈可以说是可以用的 对焦环阻尼呢手感也非常的顺滑 唯独呢其实我不太喜欢它这个光圈环的设计 因为感觉有点太窄了 其实呢如果它要能把光圈环设计成50.2那样 那就是一个完美的镜头了 23毫米的镜头相比较35来说呢 它可以有更近距离的对焦距离 所以呢在拍摄一些很近的物体的时候呢 它也会有一点点优势在里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更偏爱23毫米的镜头 因为很多时候呢我都想要离得再近一点去拍摄 这只镜头呢刚好就可以满足我的这些需求了 用手动密焦镜头之后呢 您就会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每拍完一张赶紧回来看看 最上标准的 第四只镜头35毫米来自于七公匠 它的最大光圈啊0.95夸张吧 这只镜头呢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做工非常的精致 无论是它的这个变胶环 还有就是这个光圈环的设计 以及后边转接环的这个材质 都可以看得出它的用料也是非常的讲究的 它的这个镜头设计可以说是仿的莱卡 这个是它的光圈环 这个呢是一个假的 它其实标的也是光圈 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而上边这个纸针呢 它指的是上边的这个对焦的位置 这个镜头在对焦的时候呢 我发现和其他几个镜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那就是它的无限远 这个红色纸针呢指向的是现在的对焦位置 二也就是现在咱们对焦的是两米距离 而无限远它还能再往这边过来很多 所以呢如果您在使用的时候 每一次把对焦环放到最后 实际上它是合不了焦的 我发现每一次要把它往回拨 拨到这个无限远的这个标志这儿 它呢才是真正的无限远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都要有一个等效50毫米的镜头 我呢其实用过56只50毫米的镜头 包括胶片的相机呢 也是50毫米的这么一个镜头焦段 我个人其实对这个焦段没什么偏见 但是也没有特别好的好感 所以这只镜头呢 无论是从它的焦段还是光圈设计上 我认为它都是为人像摄影来设计的 在使用光圈F0.95的时候 我几乎就看不见它的焦屏面了 对焦范围呢非常的小 说实话我不知道除了拍摄人像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能够用到这么大的光圈 在我的这个日常拍摄的范围内呢 其实我从来不会用这么大的光圈去拍摄的 这只七工匠的35F0.95镜头呢 无论在画质还是它的做工上呢 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可以说是这五只镜头里边的No.1 但是呢它的价格同样也是No.1 第五只镜头呢是来自于明将的50毫米F1.2 这也是我这五个镜头里边的购买的第一只镜头 50毫米呢等效焦距是75毫米 属于一个中焦段偏长端 一般呢都是用它来拍摄人像特写半身或者是大头照那种 我呢作为一个不拍摄人像的摄影师来说 用这只镜头啊拍了不少的植物 在光圈F2.8以上呢确实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画质特别的细腻 锐度也特别的高 背景的虚化效果呢也是挺漂亮的 由于是中焦段 边缘画质的缺点呢就没有广角镜头那么明显了 但是在大光圈下呢四周仍然可以看到会有轻微的模糊感 到了F5.6呢这种模糊就消失了 这只镜头的背景虚化效果啊 我认为是五支镜头里面最好看的一个 还有呢就是我非常喜欢它这个光圈活的设计 因为两边呢有这么两个小耳朵 正好呢你就把手卡在这上子 它的这个对焦阻尼呢也非常的顺滑 由于它这个对焦范围并不大 所以您这么转半圈呢就能完成 从最近到最远距离的这么一个对焦设置了 这些镜头还用拍滤镜吗 我认为啊真不用了 我这个滤镜呢可能都跟这镜头的价值差不多了 我这个滤镜啊是我之前1545上的滤镜 那刚好呢它就剩下来了 所以啊放在这个50上刚刚好 但是那几个呢我都没有给它们拍滤镜 如果这个滤镜啊您买的不是特别好的 它可能还会损伤这个镜头拍出来的画质 那与其电影 索性咱就甭用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个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特别是富士相机用户 千万别错过每一期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